你今天看到這個數字嗎? 33.1GDP 最大在歷史上的國家 賣了幾乎 商務部週四公布美國第三季經濟初步數據 國內生產總值季度增長7.4% 折合年率增長33.1% 創下有記錄以來最快增長 優於市場預期 數據反映出政府超過3兆美元的紓困金 協助支撐了消費者支出 促使經濟從第二季度谷底強勁反彈 其中 個人消費增長40.7% 創歷史記錄 商業投資和住房分別增長83%和59.3% 川普的低投資率是下降 獨立的能力和好投資交易 這全都開始慢慢倒進 當地經濟回復和回復 雖然第三季經濟大幅成長 但GDP規模仍然比2019年底 疫情前峰值低3.5% 白宮經濟顧問庫德洛估計 如果政策到位 金東明春 經濟就能完全恢復 去美國總統大選只剩5天 強勁的經濟數據無疑給川普競選衝刺增添助力 新唐人記者王凱迪 美國首都華盛頓報導 我們不停討在看 RX跳的 盛頂 WiiI 在這煞燈中 挨綁